大家好,這裡是美眉物語 今天要來分享一下 哆啦A夢牧場物語自然王國與和樂家人的女神攻略 女神可以說是整個遊戲中最難培養好感度的角色了 不只因為她是個傲嬌大小姐 還是個家裡蹲 每天都在泉水裡不出來 所以這部影片要來介紹一下女神唯一會出泉水的時間 還有女神喜歡的禮物 一起來追女神吧 女神之所以也會很難攻略 一大原因就是因為她每天都睡在湖裡 沒辦法透過聊天來加好感度 但其實有一小小小段時間 女神會出來 時間是晚上的10點 不只時間奇怪 女神出現的位置也非常奇怪 會從妖精泉水的外面走過來 這時候就可以找女神聊天啦 雖然是晚上10點 但是你必須9點就來妖精泉水等了 如果你是睡覺睡到10點 然後用任意門傳送到泉水 是見不到女神的 必須要睡覺睡到9點 然後在這邊罰站一個小時 以表現你對女神的愛意 不然女神是不會現身的哦 雖然等到每天晚上10點很麻煩 但只要女神的好感度到達5顆星後 她就不會再是家裡蹲了 可能跟五星的劇情有關係 所以大家只要努力先把女神愛心直升到第一個劇情世界 她就會出泉水了 以後要找她聊天就簡單多了 但是也不可能每天晚上都那麼閒 在妖精泉水那邊等 所以在女神五星之前 大部分還是透過送禮來加好感的 那女神喜歡的禮物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馬卡龍 製作馬卡龍需要5個材料 分別是蛋 蘋果醬 柚子醬 杏仁 奶油 最後烘韌器具選擇烤箱 素材中最難取得的是杏仁 杏仁是在夏天的野外樹上可以採集到 再來第二難搞的蘋果醬和柚子醬 配方是水果加鍋子 那蘋果和柚子是如何取得的呢 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你會發現平常送女神禮物 女神的回禮不是蘋果 就是柚子或是杏仁 原來女神早就在暗示你去做馬卡龍啦 第二個更簡單的 就是春天可以種植的瑪格莉特 以及夏天可以種植的粉紅貓草 兩種花都是女神最愛的禮物 所以春天和夏天時記得種一大片 日後慢慢的送給女神 瑪格莉特的花語是真實的愛 大雄也真的是很會聊啊 以上說了這麼多 你會發現追求女神真的很麻煩 但其實最後還有一個開掛般的做法 直接讓傲娇大小姐對你服服貼貼 不過需要破關後才可以 破關後克魯波克魯商店會解鎖丘比特之劍 一個需要20金屬碎片 缺金屬碎片的話可以去看我之前出的攻略 大概買10幾把丘比特之劍 然後在晚上10點的時候 女神出現時對著女神狂射 就可以一次把她的愛心值射到滿 我只能說太狠了大雄 在大雄不懈的努力下 終於追求到女神啦 但真的很可惜 這麼可愛的女神都滿心了也不能跟她結婚 如果德萊莫牧場物語還有下一代 強烈要求我要跟女神結婚啊 這次的德萊莫牧場物語 自然玩過與和樂家人女神攻略就這樣囉 覺得這篇內容對你有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並幫影片按個讚 之後也會出更多的德萊莫牧場物語攻略哦 如果有錯誤或是遺漏的歡迎下面留言補充 也歡迎留言其他你想要的攻略 那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